在30年前,泽先生就接触部业,学做买卖, 但因为产业的转移,慢慢地他开始思索是不是有机会开遍另外的道路。 我们是做仿制业起家的嘛,那我觉得仿制业是最贴近我们人民生活的一项产业, 但是现在台湾的成衣产业几乎都已经外移了嘛, 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对仿制品有一定的专业认识, 一块布不是只能做衣服而已嘛,对, 所以我们就以每块布的特性跟功能了, 然后去研发一些我们生活用品常会用到的一些东西这样子。 我们台湾就是很潮湿很温热, 这是我研发这个布的重点, 因为我们布看到这块布很奇特, 它是3D,然后有一点厚度, 那厚度等于是把人的身体架空在中空的感觉, 然后有一个空隙,它热气才会采出, 这样,这是我们本身这块布的重点。 透气床垫拥有设计专利,共有4层, 第一层是供夏天使用的3厘米的透气舒适网洞层, 第二层是10厘米中空支撑层, 让身体架在空中,让气体更好流通, 第三层是冷热分离层, 最后则是供冬天使用的软毛层, 让冬天躺起来更舒适, 更贴心的设计在一颗拆卸式的表层, 可直接丢洗衣机清洗。 很舒缓的每一项产品都是我们负责人自己去研发设计的, 因为它很注重细节, 它的个性就是交给别人做, 它也不放心, 它每一件事情都要亲密亲吻。 个性严谨的曾先生在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, 自行研发许多透气实验, 先从耐重压实验开始, 以100多公斤的铁件做模拟人体重量测试, 确保透气层不会被压扁, 而造成不透气的状况。 再利用干冰的烟雾来解冻透气状况。 就是人的身体的中间, 热气从这边出来。 我们舒缓床垫, 你看100公斤的铁鸭在上面, 它依然还是透气的效果这么好, 我们是用干冰来做测试, 你看它这个旁边, 假如说我们这个干冰是热气的话, 它热气从旁边这样跑出来。 一路以来, 坚持自行生产, 自行制造, 除了透气床垫外, 也有一秒轻松拆卸的安全帽透气垫, 透气午睡垫, 甚至是汽车透气座垫, 将透气的概念融入到生活每个角落。 然后我们也是要让消费者放心嘛, 我们产品也是有送去SGS做检验, 看看它有没有产掉其他的毒素。 我是一个做老老板的体质, 当用到舒函透气的船垫, 整个晚上在睡的时候, 生活很平常的, 花质很好睡的, 尤其那些生活湿疹的部分, 也改善了很多。 我感觉非常愿意。 舒函的床垫, 里面有那个类似三明治的设计啊, 那就会让那个里面有比较大的空间, 可以让那个空气流通, 所以在孩子睡觉的时候, 比较不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。 我们舒函着重的就是产品的功能性及实用性,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这个产品的那个导向。 那我们期望给消费者带来那种舒适又凉爽的感觉, 对,那这就是我们的品牌舒函要传达的一种精神的象征。 如今,透过电商网络来推广, 不断的创新, 只会让台湾人民在这闷热的气候享受舒适凉爽, 以需求结合多年来的布料专业来提升宁博的生活品质。